又出现了炸裂的新科技 这个世界其实能抓到机会的永远都是少数人 恰的GPT的出现 已经毫无疑问的是新的一次工业革命了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明所以 和我一样 有一段时间身在其中却是感觉抓不到机会 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GPT以及各种这种强大的人工智能 将如何改变世界 改变我们 这是一个问题 难道就真的仅仅是能够帮助人们写作 写文字回邮件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大语言通用模型 微软前几天发布了一个新科技 黑科技炸裂的AIPC 众多AI结合的功能和PC 它必将很快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改变人类的工作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 这一点未必是好事 建桥大学学者李约瑟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叫做李约瑟之问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近现代没有产生科技 李约瑟之问尝试找的一个答案 提出一个问题尝试找的一个答案 那就是曾经的中国 古代对人类的科技发展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到了近现代 却对于全世界的科技贡献 威之又威 为什么 人类历史的四次工业革命 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 机械化 发源于英国 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气化 这个发源地是在英国 美国 德国 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 信息化浪潮 发源在美国 日本 以及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感受到的 感觉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阶段 AI 人工智能阶段 中国很有幸参与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参与到了信息化浪潮中互联网的应用 并且享受到了巨大的红利 曾经的北京上海这些咖啡厅里 到处都是充满着创业梦想的年轻人 折点降三激扬文字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 现在的这种社会风气 遍地流行的成了直播 成了带货 成了贩卖交流 甚至很多孩子的梦想 如果你现在去问一些孩子 不像我们当年都是要当科学家 现在很多孩子的梦想是长大了 要当一个主播 要卖货 要赚钱 这些成为孩子们的梦想 真的是一个我感觉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如何能够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 不这么快的被淘汰 我们先不说如何争先 我们先讨论 怎么才能够不会这么快的被淘汰 我的感觉其实首当其冲的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 一定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 这群00后 10后的群体中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是就业 对于孩子们来讲 当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 必然是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像前两天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里边 大家追捧的计算机技术编码能力 程序员这些行业很有可能会被快速的迭代 因为人工智能一定能够替代这些基本的普通的程序员 人类的最后 人类的未来是通过自然语言 来完成各种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 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教育方式和教育体制 它真的是正确吗 它必然受到巨大的通缉 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国的孩子们 缺乏挑战缺乏创新的情况下 被人工智能大面积取代 那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家长们一定要牢记 要尽快地提高警惕 不是为了我们了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要尽快提高自己对人工智能的认知 因为如果我们都不懂 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懂 只有这样我们提高认知 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即将到来的大冲击之前 做好一点应有的准备 要努力地鼓励孩子 去学习批判性的思维 同时要鼓励孩子去 有创造性的想法 要有自己的见解 有自己的观点 要鼓励孩子 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以及更重要的创新能力 这个很需要 所谓的创新能力 什么叫创新能力 这个有机会 我们再单独和大家分享 我的个人理解 除了就业以外 人工智能和我们息息相关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我个人认为是医疗领域 人工智能的应用 已经将生物医学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药物的研发 对疾病的预测和分析能力 也将大大的提高 它说明什么呢 它带来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生物医学的研究 必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人们的寿命将更长 老年人群体相关的行业 会是一个大热门趋势 中国传统的这种人口优势 在人工智能面前 已经不再有任何的优势了 因为人工智能 说实话 它带来的这种机器人 机械化的全面智能 将彻底替代那些 底层的重复的劳动工种 人工智能最先大规模应用的 一定是制造业 而且从目前来看 是美国的制造业 美国现在在提倡 制造业回流 叫做Made in America 不再Made in China了 为什么 因为大规模的AI 人工智能的普及 对于美国的制造业而言 是一个分身的好机会 新的生产力出现了 没有工会的阻挠 人力资源必将完全彻底的 被机器人制造所替代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技术革命 很多人骂美国 但是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人类的进步其实到最后 都是通过生产力的进步 或者说能量和信息的进步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 普通人的家长而言 人工智能的出现 是极大的一次 阶层跃升的机会 我还是那个观点 我们这一代人 不一定能看到 人工智能特地颠覆世界 但我们的下一代 一定能够看到这一天 之所以说人工智能 对于普通人而言 它改变命运 改变阶层的机会 是因为 在新科技出来的最早期 在目前人工智能的这种状态下 所有人起点都是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 是每个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和理解程度 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不一样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它必将导致我们 我们的下一代 在人工智能真的完全应用的普及的时候 它产生的价值和效果 是完全不一样 最简单的看 在使用CHAR GPT这种入门级的人工智能操作上 所有人的起跑线都在一个上 从CHAR GPT推出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对这个新生事物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GPT的使用层面 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在目前阶段的GTP 其实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应用 同样的系统 在不同的人面前 它发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工具 愈强则强 愈弱则弱 无论你学会多少提示词也好 公式也好 技巧也好 其实对于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其实它的区别并不大 真正有区别的 真正有帮助的是 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就是提出问题 以及延伸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的逻辑思考能力 很不幸的是 这个部分的能力 正是我们很多孩子的缺乏 强人工智能一下子把中国人所有的优势 瞬间变成了劣势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不再需要大量的死记硬背了 从99乘法比亚到量子力学 到各种函数 各种参数 各种公式 已经不再需要背了 不再需要死科了 人工智能早就学会了 全世界的知识它都会了 我想人工智能已经是 可以说是最全面最优秀的老师 没有脾气 没有情绪 你问什么答什么 而且逻辑方法非常清楚 最近发出来的一些新科技技术 一些人工智能 已经能够完全的了解 对话者的语气 心情 态度 随时打断 随时翻译 随时一步一步的 在孩子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整个的教学过程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因为 它已经能够完全替代一个优秀的老师的 这么一个思维方法和逻辑 它能够把孩子 一步一步的方法论能力培养出来 可想而知 接下来的十年 可能不用十年 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也必然马上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我们最迫切的还是要从根本上提高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和认知 只有家长的思维认知提高了 才有可能应对这一切 每天都在变化的世界 只有家长的思维认知提高了 我们的孩子才更加有底气 有能力去应对 更加复杂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还有一个更被动的事情 那就是中国人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 其实已经是走在市场的后边 我们的教育体系 已经完全无法应对这种鸿沟的差距了 从小我们就被告知 到了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 我们就被培训成一个 要手规手矩的人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思想 那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的培养出来的孩子 根本不具备任何的创新能力 如果后天他有创新能力 那不是教育的贡献 而是社会的贡献 同样我们的孩子缺乏的更多的是什么 是没有面对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中国的高考制度 过去的科举制度 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为了朝廷 为了政府 选拔优秀的人才 中国的苦话有一句叫做 学而优则是 什么意思呢 那不就是说学习好的人最后都去当官了吗 体制内汇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这使得当今的社会 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考工 我们的孩子对于科学 工程 技术等等专业 完全没有兴趣和爱好 考一个好的大学 也仅仅是为了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而已 这种教育体系下 出来的孩子 没有自己的思想 没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习的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那怎么可能产生创造力和创新 只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人工智能 对我们的改变和给我们带来的潜在的冲击 才有可能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 帮助到我们的孩子更好地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 科技的进步 生产力的进步 才能使得我们的伟大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 才能真正使得我们的同胞能够扬眉吐气 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屹立不倒